欢迎回来商界中环 在这一节的商界中环 我们请到湾区的玄学风水大师 孙逸晶先生 就和我们讲一下 这个中港台的运程 是这个九年的运程 孙先生你好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孙先生 你之前就曾经有讲过 美国的运程 今天我就请你和我们讲一下 这个中港台 我们由中国开始 中国在这个九年的运程 如何呢 中国去年它外交成功 所以很多东西就碰了 2018年 它会有一个经济改革 就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它国家的债 地方债 公司债 地下钱庄债 还有它的外账太多 越来越恶化 就是外账太多 所以今年连续有两三年 中国的经济改革 是要去管理这些债务危机 那么就看回以前 一百二十年 那个土狗 一百九八年 我们有个八日维生 冒出变法 但那时候是失败的 因为慈禧太后 就不喜欢 所以就没办法成功 所以只有一百日 就已经玩完了 是的 但现在时代改变 还有中国大陆的政府 它们领导阶层 它们能力非常强 所以我觉得今年 它们的经济改革 会第一步成功的 希望它们的经济成长 能够维持在现在的 是6.9% 这个仍然是个Win 刚才你提到经济 今年应该不错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会怎样 因为它们常常有空又打架 好像亦是亦有 这个中美的关系 可能是看起贸易的制裁 就是那一点 就是贸易的战略 以及贸易的战略 如果中国大陆今年 和美国的外交关系 还是不错的话 就没事了 但是可能贸易方面 就是会美国因为保护主义 而中国也都要保护自己 又要多些出口 美国又不准备 可能都会有贸易的战略 希望到下半年8月之后 大家就好 那北韩的关系 会不会影响中美的关系呢 北韩的危机是短暂的 以前北韩一向 跟中国大陆非常好 就因为苏和的普提 他是小人来的 所以才会搞到有很多 我觉得是失控的地步 如果北韩的事情 如果搞大 通常说都是在今年阳历的三月 到六月之间 如果是要搞大 但是我觉得 就机会率比较低一些 去年机会率 今年机会率很低 那就是说起中国 除了北韩的问题 另外还有什么钓鱼岛 那些等等的问题 它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又会怎样呢 就因为土狗是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就是要领土 主权在哪里 看回1898年 清朝那时候 将香港租给英国99年 所以如果我们再看回1958年 823炮战是中国大陆炮军金门 那如果我们将这两件事 集在一起 我觉得今年中国大陆 会趁着日本 未拿到许可证 做Nuclear核武的时间 就要跟日本摊牌 就是为了钓鱼岛的问题 也是为了维护领土的完整 那就说起了 我们说完中国 说一下香港了 香港今年如何呢 香港呢 它是比较喜欢水 不喜欢火 过往火年是很不碰的 那今年呢 那个狗在里面有大堆火 所以今年呢 如果香港经济能够持平 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 香港是需要北京的帮忙 那呢 林太特首呢 他这个八字呢 跟我们中国大陆的元首的八字呢 挺配合的 所以我觉得呢 今年香港特首林太 他工作效率科 但是要预身体 因为他也是熟悉的 哦 他是熟悉的 就是去年 他其实是本命年 是的 所以 但是本命年 对那些政客刚刚相反的 你本命年才可以 让你选到 就是反而 他去年反而做到特首 所以对他来说 其实是好事 是好事 但是今年呢 就因为他本身是熟悦目的 所以今年阳历九月呢 他要注意一下身体 就怕他跌倒 哦 还有就是 他本身是做特首 可能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是 但是到明年后年呢 他的运程非常好 嗯 那你说一下 今年呢 就是香港 你刚才有说到 就是经济不好 会不会影响那些股市 楼市那样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香港呢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一个 因为它在东南 今年在飞星图里面呢 东南呢 是财王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你现在可以看到最近 香港的市呢 炒到豪门声正 因为呢 有很多大量资金涌入去呢 炒楼 炒楼 炒股票 但是呢 如果那个市倒下来呢 又是很凄惨的 嗯 这样的 那所以呢 就大家呢 就是 就是 无论如何都好 都是要继续生活 要继续做下去的啦 那也都希望呢 今年呢 就一起顺顺利利 我们再一次多谢孙逸郑师傅 我们也都多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